万万没想到 就在库克给上海新店剪彩的时候 老美那边已经默默地举起了土刀 3月22日 美国司法部联合16个州和地区总检察长 联合起诉苹果垄断智能手机市场 消息一出 苹果股价直接来了个盘中大跳水 仅用一天时间就蒸发了1100亿美元 诉讼理由其实就四个字 行业垄断 但司法部的证词却写了88页 明显是要把苹果往残废里搞到节奏 简单归纳司法部的理由 就是苹果利用自己的行业优势 限制其他硬件和软件访问 这里面包括阻止创新型应用程序 压制移动云流媒体程序 削弱苹果非支撑手表的功能 以及限制第三方数字钱包 苹果在支撑手机领域一家独大 它在生态系统上的惯用流氓手法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这个罪名不可谓不大 举几个比较恶心的例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大家都知道苹果睡这个东西 当一个应用在Apple Store商架 苹果用户下载这个应用 如果需要付费 那开发者就要拿出30%的钱给苹果 这个很好理解 Apple Store就像是一个商场 应用挂在里面 就是商家给产品租了个店面 开发者卖货交房租 合情也合理 但还有一种情况 当苹果用户在Apple Store下载的应用 产生消费行为的时候 苹果也会收取30%的税 这就比较败人品了 当年微信和苹果Battle 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有些超级App 其实就是微信 它搞了一个小程序功能 可以绕过苹果商店下载 这就意味着 开发者不用再交苹果税 只要棒着腾讯 无论安卓还是苹果 一次开发全部搞定 还不用被手机厂商耗羊毛 合了而不为 马斯克早就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一直想要搞一个 美国人自己的微信 这就等于断了苹果的财路 如同杀库克背后的父母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苹果在美国搞了一系列的骚操作 比如禁止小程序有图标 禁止分类小程序 要求小程序里 都要纯文字形式出现能量 相当于数字阉割了 中小开发者赚钱的能力 另外像游戏 音乐 视频这类的纯线上业务 当应用内发生消费行为的时候 苹果就强制规定 必须使用它的支付接口 也就是强推的Apple Pay 每一笔消费 苹果都要向开发者 收取30%的苹果税 另外还要向银行 收取0.15%的手续费 如果你不给钱 那你所有的应用 也就别在Apple Store上架了 这就是苹果流氓的地方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啥这次美国司法部 要把苹果往残废里整 因为对于那些中小开发者来说 苹果就是美版的周八皮 自己埋头苦干了好几年 结果上来 就被库克这老小子 撸走了三分之一 其他第三封支付平台 也没办法去赚苹果用户的钱 行业心态自然就崩了 接下来等待苹果的 可能是长达数年的 反垄断官司 即便不分拆 也会被罚得怀疑人生 2012年 美国司法部就曾指控 苹果和五大出版商 联合抬高电子书价格 最后罚了4.5亿美金 才勉强结案 这次美国司法部的动作 显然要比之前大了好几倍 甚至可以对标 1998年的微软反垄断案 如果不出意外 估计大家又要见证历史了 在反垄断方面 没有一只鸭子 能够逃过美国司法部的围堵 苹果再嘴硬 也不得不面对分拆 或者巨额罚款的命运 库克在这个节骨眼上 跑到中国打卡 很难说不是在给美国政府施压 虽然格局是打开了 但效果好不好还很难说 另外从商业的角度 库克也不得不 重新审视中国市场 2023年 苹果在大中华区的营收 是1508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2.5% 全球总销售额是3832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3% 今年的前六周 苹果在大中华区的手机销量 同比下降了24% 市场占有率也从2023年的19% 下降到了15.7% 第一财技远不及市场预期 美国司法部的诉讼 又让苹果的市值蒸发了上千亿 苹果全球业绩回暖 唯独大中华区下降 与之相对应的是 华为在前六周销量暴涨64% 市场占有率从9.4%飙升至16.5% 重新拿回了中国手机市场第一名的位置 市场不懂什么人情世故 但总能教育那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自2019年 苹果就开始站台印度制造 2022年 更是一口气把13家中国供应商 踢出了苹果供应链 还计划2025年在印度生产四分之一的iPhone 2027年把产量提升到一半以上 愿望是美好的 但结果却一地鸡毛 那些跟着苹果跑到印度的供应商 一个个被坑的怀疑人生 咱们就拿苹果代工元老台资伟创来说 他早在2020年就把大陆工厂卖给了力讯精密 然后全身心地铺在印度建厂 结果搞了两年多 工厂规模还不到1万人 完全没办法与大陆时期的8万人工厂相提并论 2020年12月 伟创还在印度遭遇了劳资纠纷 2000多名印度工人砸了生产线 还偷走数千台iPhone轴机 损失高达712万美元 这件事引起了印度政府和苹果公司的高度重视 结果一番调查下来 判定伟创存在拖欠工资 劳动法违规等问题 工人砸场等于白杂 由于规模 劳资纠纷以及地方上的吃拿卡要 伟创在印度根本赚不到钱 多次想要提高利润 但都被苹果无情拒绝 最后不得不转手塔塔集团 就此退出印度市场 从此也失去了为苹果代工的资格 在同行看来 如果伟创能够带着资金离开 也算是安全立场了 无独有偶 去年3月 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 在印度设立的电源工厂发生大火 10条生产线烧毁了4条 两件事对郭台铭的打击不小 富士康不仅缩减了印度的投资计划 还把工厂中7万人缩减到了5万 规模还不到郑州的6分之一 显然 郭老板也被外企的火葬场搞怕了 更尴尬的是 印吹吹了半天 实际上他们的手机组装业务 只有10%到15%的零件 原料来自本土 其他大部分还是从中国进口 手机即便在印度组装 半成品还要运到中国做整机测试 就连生产手机外壳这么简单的事 量品率也只有一半左右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啥苹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激转 库克这次来上海 一是为了给亚洲第一 全球第二的新电站台 二是约见了比亚迪·兰斯科技 这样的供应商大佬 大概率是为了Vision Pro的生产线铺路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在新能源汽车的生代系统上 与比亚迪合作 库克在面对媒体时说的 对于苹果的供应链来说 我觉得没有比中国更为重要的地方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虽然印度和东南亚的人工便宜 但在基础设施 产业链配套 物流条件上 完全没办法和中国做比较 一个放在中国能够赚钱的生意 放在印度就只能赔本赚邀合 最后能不能带着现金安全离开 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客观的讲 低端产业链向更低端的劳动市场转移是趋势 但企业的核心技术却没办法复制粘贴 苹果在印度忙活了一大圈 最后发现还是中国的供应商最靠谱 短时间内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中国的制造优势 所以去年年底 苹果就把iPhone15 15%的订单交给了大陆的利讯精密 郭台铭也几乎同时转向 在郑州成立了新的事业部 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代工伙伴 郑州是其在大陆的最大工厂 郭台铭成立新的事业部 也就意味着富士康要再度加码中国制造 不过大家注意哈 库克其实内心非常矛盾 一方面想要中国优质的供应链 另一方面又不想过度依赖中国 印度仍然是苹果不断培育的市场 同样对于中国的供应商来说 苹果反复横跳也不可靠 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核心技术优势 广泛与国内厂商合作 才能避免被苹果拿捏 进而被印度产品取代 业绩压力面前 苹果也不得不向市场低头 就像库克说的 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翻译过来也可以理解为 我爱中国产业链 也爱中国人民币